这个法门可不是容易遇到这个 大经上佛长书 每一个往生的人 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缘分 他往生 这个人都是过去深重 曾经供养无量祝福如来 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 得过去祝福的加持 所以你能信 你能愿 你能一心专业 没这个相根不行啊 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有相根 我们跟净土有缘 可是利益不足 这句佛号念不好 杂念很多 妄想很多 心不能转移 得有往生未把握 常常怀疑这怎么办 这种人 在念佛同修当中 占决定大陆数 应该可以说 占百分之九十 没有这种观念 有信心的 百分之十就不错了 往年李老师尝书 指台中联系的联友 一万个联友当中 真正能往生 老师说 只有三个五个 那不是用百分比 万分比 只有三五个能往生 不错了 我离开联系的时候 台中联系有三十年的历史 联友有多少人呢 有五十万人 是相当有规模 五十万人 用老师的比 比例 一万个人当中 算是少吧 三个往生的吧 五十万人 也不少了 所以台中联系的 很有功德了 每年 有这么多人 陌生 几十年 这是台湾人的佛宝 台湾人没有什么大灾难 这个功德 不是学佛的人 不知道 一定要正感 万分之一 都好 一万个人 能有一个往生 五十万人 就五十个往生 这是真实功德了 别的是假的 其他的多半是福德 这是真实功德 所以念佛重要 要不要念佛堂这形式 不需要 刘苏云一个人修 圣年如一日 他也没有念佛堂 那我告诉他 怎么学法 一天停静 十个小时 就停一步进 和无聊出去 早年 我在台湾所讲的 一套光碟 大概一个碟 是一小时 讲了有一百多个小时 不是像现在的细讲 没有讲诸解 讲经文 应该是 大概一百六七十个小时 他一天停一片 这一片呢 停十遍 就十个小时 一片一片 一片一小时 停十遍 这叫常识寻修 这一步停完了 大概一百六七十遍 停完了 从头再停 深年 我们估计 大概停三十多遍 就这一步 从头到尾 一天是个小时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把杂念 妄想 打掉了 让他得清净心 清净心在天 会得定 会开悟 出天经之外 他就念 他真放下了 这一步停完了 我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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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